同学们好 今天开始我们讨论第五章的后半部分 线性方程组的迭代结法 这部分也分六讲 第一讲线性方程组的亚克比迭代法 第二讲高斯塞德尔迭代法 第三讲超松弛迭代法 第四讲线性方程组一般迭代法的收敛性 第五讲一般迭代法收敛性的一个充分非必要条件 第六讲迭代法收敛性的几个特殊结论 第一讲线性方程组的亚克比迭代法 在给出亚克比迭代法之前 我们先分析一下求解线性方程组的迭代法的基本思想 在用直接法解线性方程组时 要对系数矩阵进行不断的变换 如果方程组的接数很高 则运算量将会很大 并且占用计算机资源也很大 所以实际计算中对大型的西数的线性方程组 通常我们不用直接法而是用迭代法 其基本思想是 基于不动点原理将方程A乘以X等于B 变形成同解的不动点方程X等于BX加F这种形式 我们选取一个初始向量 记作X0将其带入方程2的右端 结果记作X1 再将X1带入方程2的右端 结果记作X2 依此类推 一般的有XK加1等于B乘以XK加F 这个方程就称为迭代格式 这样一个方法就称为迭代法 如果对任意出值迭代序列XK能够收敛 则称迭代法是收敛的 其极限点一定是不动点方程的解 当然也是原方程组的解 如果迭代序列不收敛 我们称迭代发散 好 现在我们来看亚克比迭代 我们需要做一个假设 也就是假设方程组 A乘以X等B的系数矩阵的所有对角元素 都是非零的 在这个假设下 我们就可以对原始方程组做等价变形 具体的变形是这样 我们将第一个方程中的X1 分离到左边 也就是把X1用其他变量表示出来 在第二个方程中 我们把X2用其他的变量表示出来 依此类推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如果我们再令D、L、U分别表示A的对角部分 下三角部分以及上三角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方程写成这样两种向量的形式 由这两种形式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的迭代公式 这两个迭代公式就成为亚克比迭代的向量形式 它也可以写成下面的分量形式 在分量形式右端 括号外加一个XKI 在括号里面 后一个求合适中 我们增加一个AIXKI 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等价的分量形式 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形式是变于编程的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个例子 我们用亚克比迭代法求解这样一个方程组 要求误差不超过 使得负四次方数量级 好 我们先计算迭代矩阵 把它记作B结 然后计算迭代向量 记作F 再来取一个出值 取为0向量 然后把它带入 亚克比迭代公式进行迭代 我们会得到X1 X1的误差用2范数来度量 则得到X1的误差为4.924 再来计算X2误差为20132 这样继续迭代下去 在得到X12的时候 它就满足误差的进度要求 这时候迭代停止 我们将X12作为最终的金丝解 好 本节我们讨论了求解信息方程组的亚克比迭代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